嗨,我是贝果 刚才这表情是不是像急了刚刚开学或者天天上班的你 今天贝果的家庭咖啡馆正式开张 为你们放上三款咖啡特条 初秋限定的那种 临加一款提升小甜品 免诞免考的那种 贝果咖啡馆本次请到的咖啡师 是从这张赶咖啡唱片里来的 一号咖啡师像一位温暖沉厚的南蒂英 他想把自己做成一杯摩卡特条 准备半杯水,什么温度都可以 一号咖啡倒进去 三秒融化它,就可以喝了 不过,我还得给他加异一点点养生的气息 一层桂花蜜打底 铺上酒量 放进冰块 撞进牛奶 再缓缓注入一号咖啡液 最后再用徒手冰淇淋里教给你们的方法 搅个奶盖,封个顶 下场磕磕雪 撒点干桂花 准备秋日养生版的酒量桂花摩卡 就完成啦 来个巧克力蛋卷当吸管 嗯 无浓缩的慢动干技术 让一号唱片咖啡保留了咖啡豆里新鲜的巧克力风味 桂花香,酒量甜,咖啡醇 绵密,治愈又提神 想来点清爽的 那就有请轻柔活泼的二号咖啡师 它的搭档是初秋甘甜的青蹄 提前准备几个圆圆的青蹄冰球 拌杯凉水 二号咖啡 三秒即溶 去皮的青蹄放进杯中打底 用擀面杖捣捣碎 放两颗萌萌的青蹄冰 倒气泡水 再慢慢注入二号咖啡 这是能瞬间唤醒你的青蹄气泡美式 二号唱片自带花果香的风味 透出轻柔明亮的酸感 配合青蹄的青甜 冰爽,轻盈,霉复旦 而我们温柔的三号咖啡师 想为你们带来一杯柔和少女心 还是半杯水 依然三秒融化它 这时空气的咖啡箱里 它会伴着淡淡的玫瑰香 那就干脆把它倒进模具 做成玫瑰发发的形状 秋天还是番石榴最香甜的季节 这就是三号咖啡的搭档 番石榴切小块 粉嫩的内心榨成汁 倒进杯中 加点小冰块 再轻轻放上咖啡玫瑰冰 最后倒进燕麦奶 这一杯我叫它石榴玫瑰拿铁 你们还能刺个更好听的名字吗 这杯特条的尾韵里会有悠扬柔和的玫瑰香 因为三号长片咖啡不仅有哥伦比亚和云南咖啡豆的拼配 还加入了天然冻干玫瑰粉 使你绝对没有尝过的温柔口感 除了这款特条 三号咖啡现已加入贝果的微波炉料理超餐 再来表演个免蛋免烤的小甜品 吉利丁片一片半 用冷水充分泡染 200毫升牛奶 200毫升淡奶油 30克白糖和2克红茶包一起丢进一个大碗里 微波炉高火盯个三五分钟 拿出来后轻轻搅搅 化开白糖 释放茶香 稍稍放凉 再把吉利丁片控干水 丢进去 融化开 捞出茶包 再倒进饭盒冷藏定型 准备开之前可以给它来个热敷 祝它顺利脱膜 意外地出现了分层叶 撒上三号咖啡粉做topping 就是一块义式鸳鸯奶砖 这样做出来的奶砖 轻轻一抿 入口即化 红茶和咖啡 搅置成鸳鸯奶茶的味道 还伴着悠悠的玫瑰香 真的有那么丝滑吗 真的有 最后 咖啡虽好 可别摊杯 我是贝果儿 下回见